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七说电影,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七 今天小七要和大家聊聊即将在2018年6月29号上映的《动物世界》 这是一部由韩庭指导,国民男神李一峰领衔主演,迈克尔·道格拉斯特邀主演,周冬宇特别出演的动作冒险电影 男主郑开斯由于被朋友欺骗身负巨额债务 他看着自己的母亲重病,青梅竹马地吃心守候,于是决定登上一艘名叫《命运号》的邮轮 改变自己现在生活的窘状 只要能够在《命运号》邮轮上的游戏中获得第一名,就有机会可以将欠款一笔勾销 还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环境 这场游戏看起来非常简单,参与游戏的人们只需要拿着上面标有石头剪刀布的扑克作为道具 出牌来赢得对手身上的心情标志 但是就是这看似简单的游戏,却让游轮上的人们化身为亡命图 开始了毫无底线的争夺欺诈,也让人们看清人性的自私和残酷 这场游戏里的局中局,计中计数不胜数 最终游戏场沦为动物世界里的斗兽场,争个你死我活 在危机死伏的生死游戏之中,郑开斯披荆斩击 在游轮上接连遭遇生死存亡的命运抉择 在最近发布的预告片中,由李一峰饰演的郑开斯可谓是火力全开 预告片开头时,小镇青年郑开斯走投无路开始冒险的征程 还有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飙车戏和拳拳倒肉的打斗戏也接踵而至 场面可谓十分火爆 神秘人道格拉斯从容出场宣告游戏规则 人类的贪婪和欲望化身为怪兽,酸进每个人的心中 在动物的世界里,只有利益,没有感情 背叛争抢,没有底线 在这个斗兽场里,老子宁可做一辈子披荆斩棘的小丑 也绝不变成你们这群人渣的样子 这句对白可谓是热血十足 他挥疏重拳,打破命运的枷锁 无论是郑开斯还是小丑都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动物世界自从爆出第一支预告片开始 观众就十分期待 而且这部电影作为上海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放映结束后也是收获好评不断 刚看过点映的观众们都称赞这部电影 热血,特效,满分过瘾 够嗨够然,想象力炸裂等 同时4月20号发布的游戏规则版海报 也暗示影片中众主创作誓言的角色 在命运游戏中错综复杂的人性斗争 面对绝境的郑开斯 是否能坚守自我 凭借智慧和坚韧摆脱困境呢 谜底就等大家去影院观看过后再揭晓吧 好了,今天的小奇说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